在买段塔利斯卡之后,恒大厦赛季最后一个外援名额,花落谁家,无疑相当引人关注。 众所周知,合同年底到期到阿兰吉有可能自由转会离队,签下一位新的外援射手,无疑是恒大新赛季的当务之急。 而来自韩国媒体东亚体育的最新消息,未雨绸缪的恒大已经正式在目前效力于韩国联赛青南FC队的巴西外援马卡送上了报价。 据悉恒大为马卡爆出的转会费高达500万美元,约合4500万元人民币,毕竟来FC为其标出的400万美元价格高出不少,因此这笔交易极有可能达成。 韩媒表示,虽然青南FC很有希望拿到下赛季的亚冠资格,但他们却极有可能失去球队的头号胜手马卡,因为他已经收到了来自中超大主广州恒大的报价。 而为此,青南FC已经开始着手寻找马卡的风险提升,虽然相比于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等同胞,马卡的名气要逊色不少,但他的实力却不容小觑。 在本赛季的K联赛,马卡28场打击了惊人的26球,场军进球接近一个,而在胜手榜上,目前马卡也已经甩开了江源FC得的耶利七三个球。 既有可能问鼎本赛季韩国联赛金靴的殊荣,值得注意的是,这已经不是马卡第一次与中超传飞闻了,此前他曾与中超另外一支土豪球队天津拳舰传出飞闻。 全界金帅最康熙,对于马卡的能力也十分认可,相信在东窗开启之后,全界也将会与恒大为马卡展开激烈的争夺,而如果马卡最终加盟恒大获得全界,那么K联赛连续两个赛季的金靴,都将先后被中超强行挖走。 上赛季配联赛金靴乔纳森去年就曾水源三星,加盟了中超千金派打队,从这不难看出,在足协限制修士引员政策实施下,物美加连的配联赛外援,将成为中超球队新的目标。